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完全卖光了,洛德和泰勒、罗尔恩、Taylor竞选活动是红人营销力量的完美典范,现在,有65%的品牌开展红人营销,有92%的消费者信任直接来自品牌的促销内容,即使其他人并不了解他们的建议,如果有朋友推荐,而不是广告推销我们,我们更有可能购买产品。 一项研究发现,实施红人营销活动的广告客户在付费媒体上每花费1美元,其平均媒体价值就可以达到6.85美元用于红人计划。 红人营销为品牌扩大内容,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并更有机,更直接的建立关系提供了无穷的机会。 但是,您如何开始红人营销呢?是什么使红人?以及如何与红人建立关系?如何传播思想营销成功通常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概念。 传播您的想法 传统上,大众媒体广告是传播想法的必经之路。理论上是这样运作的。 您购买一些广告,然后将这些广告展示在受众面前。这就是您的想法传播的方式。 反过来,这些广告可以促进销售,然后您可以购买更多广告,以吸引更多人,等等。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选择丰富而时间稀少的时代。当涉及到花钱的时间,而消费者却很少有时间消费内容和与广告互动时,消费者会选择太多。 这意味着大多数广告都被忽略了。随着技术的进步,传统的营销技术变得越来越无效。 这就是网红营销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 什么是网红营销? 消费者一直在寻找其他消费者来告知他们的购买决定,并且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 品牌发现和与红人合作,以使人们谈论他们的公司和产品变得越来越容易。 为了帮助我们为您提供关于网红营销的最佳建议和建议,我们与社交媒体代理Social Chain进行了交流。 红人营销是一种营销方式。 其重点是利用红人与他们选择的受众群体分享品牌信息。 Social Chain的Anna Maria Dubot和Nick Crumpton解释说,红人营销对企业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创造比传统广告更有意义的参与度。 红人的声音非常值得信赖。 他们是真实的人,似乎没有偏见。 传统的广告或直接来自品牌的帖子通常会被忽略。 但是,红人的认可就像您的朋友,兄弟,姐妹或父母背着您并告诉您一些需要退房的事情。 普通的社交媒体广告有点像陌生人,向您大喊随机的东西过一会儿,您便将其调出。 点击分享首先,红人是共同的朋友。 加您的品牌与目标消费者联系起来。 红人的认可可以推动您网站的访问量。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扩大您的信息。 甚至通过他们的推荐直接销售您的产品。 营销与创新扩散创新扩散是一种理论,旨在解释新思想和技术如何, 为什么以及以何种速率在文化中传播。 创新扩散表明,并非所有人都同时采用新技术。 例如,Facebook最初是由大学生采用的。 直到现在才开始,为后期的大多数人和大众市场所使用。 创新扩散分为五个采用者类别。 创新者,这些人想成为第一个尝试创新的人。 这些人对新想法非常感兴趣,非常乐于冒险, 并且通常是最早开发新产品和技术的人。 早期采用者,这些人喜欢采用新观念, 并且喜欢成为最早尝试新技术并广为宣传的人之一。 这些人通常是领导者,并与周围的人分享经验。 早期多数,这些人很少是领导者, 但他们确实在普通人之前接受了新的想法。 通常,他们喜欢看到创新在愿意使用之前就可以起作用。 后期多数人,这些人对变革持怀疑态度, 只有在大多数人尝试了创新之后, 才会采用创新。 落后者,这些人受传统束缚, 非常保守, 他们非常怀疑变革, 是最难加入的团队。 传统上, 大多数营销都是针对大众市场的上途中的早期多数和晚期多数。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 要让这些人关心您的产品要困难得多。 但是, 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对新产品和新技术深感兴趣。 例如, YouTube上的一名技术产品评论员会对使用最新的智能手机技术非常感兴趣。 而大多数人可能只会在老手机过时的情况下才在乎。 如果您想传播自己的想法, 那么接触到立即市场中的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是苹果多年来掌握的东西, 最有影响力的舞台上的网红营销。 当苹果推出新产品时, 他们首先要与之交谈的人就是那些愿意倾听的人, 积极选择接收Apple消息的人。 当地姆库克Tim Cook在WWDC会议上上台时, 他不是在与大众市场对话, 他正在与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进行交谈, 希望他说的话能够激发他们足够的信息, 将信息传递给他们的听众。 这些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对Apple十分关注, 因此他们不花时间去观看纯粹针对Apple产品的主题演讲。 对于苹果公司而言, 直接与关心的红人交谈比直接向大众市场传达信息更有意义。 带给你在WWDC会议结束后, 苹果公司知道他们有关其新产品的消息和新闻, 将通过记者和社会红人产生的内容传给广大群众。 当您考虑营销您的业务时, 请尝试考虑目标受众中的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 谁真诚地关心您的产品或服务所解决的问题, 谁可以给你自己说会真的听? 爱言 请人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就是uaryahhannen 谢谢观看